中国现代女作家 民国才女张爱玲说过 出名要趁早 这句话用来形容同样是才女的李清照 再适合不过了 李清照号义安居士 一个有着千古第一才女美誉的宋代天才女次人 方玲十六岁时便已名满京师 李清照的才女之路 赢在了起跑线上 她出生在一个家境富裕的书香门第 父亲李格飞尽是出身 是大文豪苏氏的学生 官智提点行育 礼部圆外郎 更是一个爱书之人 家中收藏了很多好书 母亲则是状元王拱臣的孙女 有如此家庭氛围 又有如此优良基因 李清照生来就注定不凡 李清照的诸多作品中 后世熟知的一首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如梦令》 昨夜与书风咒 但你可曾想到 如此惊艳的千古名篇 竟是他十六七岁时所作 《如梦令》 昨夜与书风咒 宋李清照 昨夜与书风咒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英尺绿肥红瘦 李清照 少时随父亲生活在汴京 纳过的叫一个文艺优雅 东京的繁华景象 也成了李清照当时创作的最大灵感来源 李清照作得一首好词 苏氏大弟子曹补芝 曾亲自为他点赞说 自少年便有失明 财力华善 逼近前辈 那时候的李清照 只有十几岁 还是个自由自在 没有违情所困的文艺少女 心中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顾影自怜 不是他要的生活 悲声文坛才是他的理想 根据李清照简明年表 这首《如梦令》 创作于李清照十六七岁时 也就是宋哲宗元福三年 公元1100年前后 这首《小令》 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怜惜之情 也表现出了李清照 对大自然的热爱 同时道出了自己心中的苦闷 慈人借着凋落的红花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一夜风雨 宿醉酒醒后 李清照最关心的 却是后院的海棠花 这充分体现了 慈人对生活 对自然的热爱 得知海棠依旧后 李清照却说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其中绿带指绿叶 红带指海棠花 是两种颜色的对比 肥形容雨后的叶子 因水分充足而茂盛肥厚 瘦形容雨后的花朵 因风吹雨打而凋谢稀少 是两种状态的对比 四个字的完美组合 意外拼凑出一幅 雨后绝美图 红瘦是逝去的春天 绿肥是将至的盛夏 一切的哀伤与憧憬 都在这绿肥红瘦之中 堪称绝妙之笔 这首如梦令 有人物 有场景 还有对白 充分显示了 诵词的语言表现力 和词人的才华 小词借素酒醒后 询问花式的描写 曲折委婉地表达了 词人的 细花伤春之情 语言清新 词意眷勇 这就是好词 在描写一个 凄美的意境时 能够让人浮想连篇 引起无限瑕疵 同时文字 所生发出来的情感 又能使人生出一种 悲奇之感 不仅可怜 那雨中凋零的海棠花 还有内心悲伤的我 此人以海棠花 比喻自己 却没有怨天尤人 体现了哀而不伤的特点 让人听到了一个 涉事未深 生活忧郁的年轻女子 对人生充满信心 和憧憬时期 所吟唱的新曲 全词篇幅虽短 但对人物心理情绪的刻画 栩栩如生 以对话 推动词艺发展 跌宕起伏 极尽传神之妙 后人对此词评价很高 尤其是 绿肥红兽一句 更为历代文人所欣赏 好的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 我是高南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说您喜欢的诗词 再会